很多人是通过三流大学 群二代如何拿到500强和BAT offer 这个视频认识我的 然后呢 也有一些人是通过年入百万的 视频认识我的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 因为平时的自律视频呀 或者是职场新人的视频认识我的 很多同学会在后台留言 问我说怎么去实现这样的目标 但其实本质上 我只是一个做计划的控制狂 我从2014年开始 每年都会给自己做一个年度计划 从年初的做计划到执行 总结复盘 坚持到现在已经有7年的时间了 我的年度计划呢 其实就是把互联网产品规划和增长的方法论 用到了自我管理上 做产品规划的时候 我们需要找到今年的项目目标 当前遇到的困难 增长策略 以及具体的行动计划 在我看来呢 人类也是一个产品 想要实现愿望 获得成就 就需要确定目标 衡量差距 制定策略 以及分解成你的计划体系 但据这套思路 后这7年来不断的实践和调整 最终形成了这样一张 简单却非常有效的年度计划表 第一个步骤 先把目标的分类写出来 第二个步骤 每个分类的目标是什么 第三个步骤 我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之后根据现状和目标之间的差距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改进策略 之后就是要填写 具体到每个月 我应该做到什么程度的详细的计划了 你可以从评论区下载这个表格 然后我们一边聊天 一边一起做完下半年的计划吧 定目标这个事情 乍一听会非常迷茫 但没关系 实际上年度计划长一段目标分类 就是这六项 可以实现对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追踪 制定目标要遵循SMART原则 目标要具体 可衡量 可达到 有相关性 而且有明确的截止期限 这会帮助我们去理性的评估自己 最终定下来的年度计划 才是量化可以实现的 那就说说我当前的问题 我的第一顺位是健康 但它其实和其他方向是密不可分的 从4月起 因为各种原因吧 公司吧 两个全人力都需要加班的任务项 全部都放到我一个人身上 最直接的后果就是 5月份开始连续加班 加班到一个月的时候 身体就开始有点发低烧 再后来发现 周末休息两天 也没办法解除工作日的疲劳感 连续三个月就完全没有运动 什么肩膀疼 腰疼 脖子疼 全部都回来了 就进入到了一种 特别不好的腹向循环里面 所以下半年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让所有的问题 都要为健康让路 技能和学习对我来说 就是做视频了 下半年我会努力 让生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节奏 定时输出内容 给自己定的小目标 10到年底可以收到10万的小银牌 但现在其实遇到了更多更复杂的问题 如何用镜头语言去传达 我想表达的情绪或者内容 如何让大家觉得视频制作是精良的舒服的 这些觉得还是需要更专业的学习 所以我计划要学习一些像这种 专业的导演和编剧会看的书 另外我还已经报名了三套在线的课程 有可能经过下半年的学习 有可能会对导演编剧这样的工作 会有全新的认知 人际这个环节 其实就是要更主动的去和别人建立连接 但我最大的问题是 其实我特别宅不爱出门 所以就用了一种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 给自己设定KPI每个月都要定期去组织饭局 最后是财务的方面 或年初的预期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下半年呢 我想给自己多一点点的压力 设置一些预算的管理和储蓄的目标 根据刚才定下来的目标和策略 我们就可以拆解下半年的计划体系了 滚动计划法告诉我们 近期的计划要详细 远期的计划可以模糊 所以我会分别定下来Q3和Q4的总计划 然后把Q3的计划拆解到每一个月 到季度复盘的时候 再来调整和拆解Q4的计划 为了避免精力过于分散呢 每个月都要有重点 圈出每个月三个最重要的计划 尽量完成 计划是可以增减或者调整的 但总目标一定要实现 千万不要本末导致了 到这里 我的下半年计划就完成了 希望能给你一些启发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 记得要长按点赞三连 请不吝点赞三连